在下一步,走过二 又加三黄 绕走线回穿 在下一步,走过二 又加三黄 绕走线回穿 在下一步 走过二 又加三黄 绕走线回穿 在下一步,走过二 又加三黄 要走线回穿 在下一步 也就是这一层脊尾 右过三 左过三 左线过三颗 右线加两颗黄色 然后回穿拉紧 好 这层做好招 在下一层 走过一 一 右加四黄 右加四黄 回穿拉紧 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走过二 再下一步 走过二 右加三黄 好,这个后面呢 这几步呢 都是黄色柱子 都是走过二 又加三 结尾的时候呢 是左过三 右加二 那我们快速的 把这一排给做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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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里我们是加了黑色桑子 下一步开头左锅一 然后右线呢 加三颗黑色 会先拉紧 再左锅二 又加二 这一层都是加的黑色柱子 绕走线回穿 再走过二 这里呢 那鱼线呢我们把它接线一下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珠子加好 然后绕走线 回穿 但是先不要拉紧 取出新的鱼线出来 现在鱼线 从这个黑色柱子这里呢 穿过来 旧的鱼线呢 把它这个接头拉紧 然后多出来的这个鱼线呢 往旁边过线一两个珠子 拖出来的鱼线呢 把它给剪掉 这个旧的鱼线 然后新的鱼线呢 两头堆齐 好 再开始下一步 走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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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做好之后呢检查一下 12345678 8颗珠子 在下一步 右线加3颗 回穿 在下一步 左锅衣 右加2黑 绕左线回穿 这一步 左锅衣 右加2黑 这里的黑色都是用的大的珠子 大的那种珠子 大的黑色珠子 好做好三个之后大家看一下 刚刚鱼线呢是在这一颗珠子上面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好123三个了 第四个的时候呢 我们左边鱼线加一颗珠子 左加1 然后右线 加两颗 右线加两颗 然后再回线拉紧 让左线回穿拉紧 好在下一步 我们把它拉过来 拉过来 然后过线这一颗珠子 左线啊 左线过线这一颗珠子 就中间1234 四颗呢 我们留在一边 然后我们过线这一颗 就是我们第一步的前面一颗啊 过线这一颗 过线之后呢 然后再过线第一个珠圈上面这一颗 过线两颗啊 这个两颗 然后呢 右线加一颗珠子 回穿拉紧 好 做好之后是这样子的效果 最好之后呢 是一个12345 五颗珠子在这里啊 然后我们开始 围着这个五颗珠子 来做四组圈 第一步右线加三颗 回穿 再走过一 又加二 回穿拉紧 下一步 走过一 又加二 回穿拉紧 再下一步 走过一 又加两颗 回穿拉紧 好 结尾的时候 左线共线两颗 第一颗 第二颗 右线 加一颗 右线加一颗 回穿 每一 每一层开头都是 又加三 结尾的时候呢 是左锅二 又加一 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四组圈呢 一共是做六层 加上这一层啊 12 我已经是做好两层了 现在做第三层 一共是做六层 大家先把这个六层给做好 方法都是一样的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已经做好这个六层之后的效果 1234566层啊 做了六层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开始下一步 好 余线在这里呢 顺便直接 右线来加三颗小珠子 大家注意哦 这里是换那个小的黑光珠了 小的珠子 然后回线拉紧 方法也是一样的 然后 左锅一 右加二 再左锅一 又加二 再下一步 同样走过一 右加二 九尾和之前一样 固线两颗 右线加一颗 好 然后按照这个方法呢 再做一层 这个小的珠子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做地 脚尖的部分 脚尖的部分 脚尖的部分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脚尖呢 是在正前方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做的时候呢 我们要找到这个前面的这个位置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排黑色的是不是 就是这把黑色的过来 这结尾的这个地方 这一个五珠圈和这一个五珠圈之间的 这一排 我们把它就是说 脚尖的位置呢 对齐这一排 所以在这一排之间呢 我们看一下这中间 还能隔一二三 还隔了三个 所以我们这个余线呢 这里呢 开始做三步 看你的余线位置 和我的是不是在一样 一样的地方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开始把这个三步给做好 第一步都是加三颗珠子 在这里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鞋尖的位置啊 如果说你把这个鞋鞋尖做到这个后面去了 那就是残疾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好 先是做三个 都是除了第一步 另外两步都是走过一 又加二 然后再走过一 然后再走过一 又加二 好 做好三个 三个之后 开始第四步 第四步 左线加一颗珠子 这里注意哦 左线不要过线了 左线加一颗 右线呢 加两颗 然后再回穿 好 就出来是一个单独的这个四肢圈 四肢圈 在下一步团案呢 左过一 左加一颗 右线呢 加两颗 会先拉紧 好 然后再下一步的时候 我们左线呢 过线一颗 过线这里 就我们刚刚之前是在这一颗这里嘛 我们再过线这一颗 也就是挨着的这一颗啊 不要漏掉了 漏掉了就不对了 过线一颗 然后右线呢 加两颗 要走线 把它回穿拉紧 这一步要拉紧 再下一步 左线呢 过线两颗 右线加一颗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脚呢 鞋尖做好之后的效果 看一下 刚好是对的这一排的 这个鞋尖的位置啊 好 那看一下这个底部 我们余线是在这里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底部 左线呢 先过线两颗 把这个底部封口 右线加一颗 然后 绕左线回穿 再下一步 左边和右边分别 过线一颗珠子 右边过线这一颗 左边呢 过线这一颗 然后 右线加一颗 回穿 好 拉紧 那我们这一个脚了 就已经做好了 好 做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多出来的鱼线呢 把它过线几个珠子给剪掉 好 这个一条腿就已经做好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我们再剪一节长一点的鱼线 来做我们这个右边的腿 来做我们这个右边的腿 好 接好鱼线之后 我们开始从这里开始做 同样的也是五颗珠子 同样的也是五颗珠子 我们可以从这个正面这个 正面这里这一颗开始 从这里过线过来 然后鱼线两头对齐 然后鱼线两头对齐 第一步呢是右线加三颗 这里呢加的是大珠子 和左边的这条腿一样的 都是加了这个大珠子 然后做六层 再左过一 再看一下其实有五颗珠子的 一二三四五 这五颗珠子 我也这五颗珠子来做 再左过一 又加二 再左过一 又加二 再下一步 这个 这一步呢是在这一条腿这里 所以我们这样把它掰开 然后再左过一 掰开然后再过线 过线这里呢 这一颗 还要过线我们第一个珠圈上面这一颗 过线好之后 再加一颗鱼线 加一颗珠子回穿 拉紧 这是第一层 接下来再接着做 再做五层一共是六层 我们再做五层 除了第一步是右线加三颗之外 然后中间的都是左过一又加二 结尾呢是过线三 过线两颗 右线只要加一颗 大家记住啊 这个中间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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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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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好 后面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整体的做六层的把它做好 已经做好两层了 再做四层 好了 我们看一下 那现在呢 这已经是做好六排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层 然后我这个余线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侧面啊 这个类 类侧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先在这里呢 开始就是要做这个 小的柱子 用小的柱子呢 做两层 这方法呢 也是一样的 第一步都加三颗 然后走过一 又加二 好 这边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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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下一层 同樣的封法 響鐘 響鐘 好 这里做好之后我们开始做这个 鞋子就是这个脚啊 那么看一下鱼线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一颗柱子上面 这个背面这一颗柱子上面 那么看一下这一边呢是在这个侧面这里啊 这两个五周圈这一排这里 好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一排呢 我们这里要鱼线要这样子穿 1234要穿四个 所以我们这里呢先做四个四周圈 好 好 tabii 还好 好 有 不 这一位 感谢观看 穿好四个之后第五个的时候 我们走线的加一颗 然后右线加两颗 再绕走线回穿 再下一步 走线加一颗 右线加两颗 然后再 要走线回穿 好做好两步之后 这个呢我们过线两颗 因为这里是最后一步了嘛 所以过线两颗 然后右线呢 加一颗 好这里呢一定要拉紧 好做好之后我们看这个底部 好底部之后因为我们余线的位置 是在这一颗柱子上面对不对 在这一颗柱子上 所以我们这个右线呢 先加一颗柱子 先加一颗 加好一颗之后呢 然后再过线对面这一颗 好过线好 然后再加一颗 再绕左线回穿 好这一个四组圈上面 因为没有过线 所以是松松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 把它给过线打个结 然后往回穿 形成一个圈圈在这里 然后左边这条雨线 穿过这颗柱子 再穿过这个圈圈 然后呢 再截头拉紧 那就已经做好了 我这个多出来的雨线呢 可以再往这个两旁呢 过线一颗柱子 好然后呢 再剪掉 好那现在 两个脚就已经做好了 好那我们开始来做 这个裙子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先取一节鱼线 鱼线的长度呢 大概是个 取两米左右 不够了还可以接线的 好 取好鱼线之后呢 我们开始起头 起头的位置呢 我们开始从这一个正面这里 正面这个黑珠圈这里 这个黑珠 黑色的珠子这里 从这里开始 过线过来 用这一个很好分辨对不对 就这个六周圈上面这一颗黑色珠子 过线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这个脚步朝对面放好 这样子向我这个方向摆好 好然后鱼线两头对齐 按照我这个方向摆好 脚朝上面摆好 摆好之后呢 第一步 加两颗黑色 这个大的黑色珠子 然后再加一颗 我们这个金黄色 再三颗 绕左线回穿 做出来是一个四周圈 再下一步 左边鱼线过线一颗 往左过线一颗珠子 往左过一颗 然后右线呢 加两颗金黄色 这里呢 我们加了这个珠子呢 就是都是金黄色的 不是浅黄的了 然后回线拉紧 再下一步 左线过线一颗 往左过一颗 然后右线加两颗 然后右线加两颗 在左线过线一颗 右线加一颗 金黄色 一颗黑色 最后是加两颗 然后回线拉紧 再下一步 左线过线一颗 不好意思 这一步拆一下 这一步是加两颗黑色 这里是加两颗黑色 多加了一颗黄色的 这里是加两颗黑色 就是做好两颗这个金黄色的四周圈之后 在下一个的时候呢 就是说 加了这个黑色的珠子 加两颗 然后呢 让左线回穿 这样子才对 好 再下一步 左线呢 过线一颗之后 右线呢 先加一颗黑色 然后再加一颗金黄 再绕左线回穿 再下一步 左线过线一颗 右线加两颗金黄色 右线会 左锅衣 右加两颗青黄 再左锅衣 右线加两颗黑色 然后回线拉紧 在下一步 左锅衣 右加一颗黑一金黄 再左锅衣 右加两颗黄 再下一步 左锅衣 右加两颗黄 又加两颗黄 再下一步 左锅衣 右加两颗黑色柱子 再左锅衣 再左锅衣 右加一颗黑一黄 再左锅衣 再左锅一颗 右加两颗黑色柱子 右加三颗黄 左加两颗黄 右加两颗黄 右加两颗黑色柱子 右加两颗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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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锅衣 右线加两颗金黄 再下一步 首先呢 过线一颗这个 黄色 然后再过线这一颗黑色 这里呢过线两颗 然后过线这个第一步 这个黑色 再加一颗黑色 这里右线再加一颗黑色 好做好这是第一层哦 第二层 首先我们走线的加四颗 这个金黄 右线加四颗金黄然后让走线回穿 刚刚说错了是右线加珠子 再下一步 左过一 过线这颗黑色珠 右线加三颗 同样做一个五珠圈 再下一步 左过一 这里呢做的是四珠圈 所以右线加两颗 那么这一层呢就是两个五珠圈 两个六珠圈 两个四珠圈啊 五珠圈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黑色珠子的地方 就做五珠圈 四珠圈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黄色珠子的地方 做四珠圈 在左过一 黑色珠子的地方呢 是做五珠圈 所以六加三 再左过一 再左过一 又加三 再次一会儿 再次一会儿